假日早晨 一片宁静的东港里 响起李长伯的广播声 告诉乡亲 刺激医师来了 带队来到东港里的是 大林刺激医院副院长林明南 因为水在发生时 他到瑞士参加欧洲医疗教育年会 前一天晚上一回到大林 隔天早上就马上加入议诊的行列 出国的时候刚好就好像在下大雨 到那边的时候就一直看到这个地方 一直有一些灾情发生 回来刚好病人师姐说 我们礼拜六 礼拜天 还有这个医疹的机会 就赶快报名 所以来这边看看 有没有什么还需要帮忙的 一看到医师 阿嬷就不断诉说着 头痛 眼睛痛 还有全身酸痛等各种不舒服 这些都是水灾过后 相亲长辈频繁出现的症状 慢性病的药如果没有的话 恐怕血糖血压控制也不好 那怕有一些急性的并发症 第二个就是因为泡水泡很久 所以一些皮肤的状况 或事后再清理 那可能会有一些肌肉酸痛的 其实大部分是这些问题 各个医疗站驻诊的医护团队 除了给予乡亲医疗上的照护 也不忘复慰老人家受灾后的彷徨心情 在镇料理活动中心 议诊的大龄医护团队 还跟着慈激人到一位 独居掩盲的阿公家 关怀老人家最近的身体状况 阿公 祖国有何事 先来给你看 身体健康 大龄慈激医院议诊团队分成四组 同时在布袋镇的东港里 镇料理 考试里 用安理 展开议诊服务 看到水退之后的家园 虽然大致已经恢复旧关 但是这场大水所造成的损失和创伤 仍然需要关怀和陪伴 才能让乡亲愁容变笑容 找回健康和希望 大海新闻王秀芳林新红 宋炳化嘉义报道